洛县宪政委员Holly Mitchell指出,新推出的寄养家庭、低收入青少年保障收入项目,简称为BREASE,将为符合资格的200名低收入青少年,每个月提供1000美元,且将持续两年。 洛县宪政委员Holly Mitchell说明,BREASE保障收入项目的申请资格,必须是已经在洛杉矶县BCFS寄养项目中,且年龄超出寄养项目范围,但在2023年9月1日之前,仍未满24岁的青年, 就有资格申请。 洛县宪政委员Holly Mitchell强调,新补助项目BREASE不只可以造福社区中, 最需要经济援助的低收入青年,且透过这些帮助与鼓励,还能更好地提升整个社区,迎来更多的尊重与珍惜。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认账 Erst